生活指南 政策新规 趣事分享 旅游贴士 还有什么是您想知道的 美的居委会网络各类资讯 与您一起在路上知讯息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中文电台给您带来的美的居委会 我是新尧 在美国除了新墨西哥州之外 其余49个州都是接受电子版汽车保险的 此外苹果公司还表示 亚利桑那州和马里兰州开始接受电子驾照 而且密西西比州 犹他州 乔治亚州 夏威夷等11个州 也会逐步的开始接受电子驾照 那这也意味着 人们可以将这些官方文档存储在苹果手机上 并且是直接在手机上出示这些证件 虽然说这样的改变会方便我们的生活 但是啊还是有些注意事项呢是要提醒大家的 比如说如何将解锁的手机递给他人时防止尴尬 如果呀你被警方要求出示汽车保险证明 那意味着呢你必须将未锁定的手机交给警察 所以哈最好呢还是将保险的纸质副本呢是保存在车上 有时候呀我们会忘记把最新的保险呢证明打印下来 这个时候呢就只能是把手机上的电子版交给警察了 那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方法哈 如果呢你持有的是苹果手机 可以呢打开设置 然后打开辅助功能 滚动到屏幕底部打开引导式访问 默认情况下呀它是关闭的 当你呢将滑块向右移动将其打开时 系统呢会要求你创建密码 这个呀不是用来解锁手机的密码 你可以呢将其设置为相同或者是任何的密码 那当有人需要查看手机上的某个APP时 在递给它之前呢打开他们需要使用的APP 并且哈单击侧面的电源按钮三次 你将看到引导式访问的弹出窗口 点击之后呢它会阻止别人打开任何的APP 或者离开你授予他们使用权限的APP 如果说想要关闭引导访问的话哈 只需要呢再单击侧边的按钮三次 然后呀输入你刚刚设置的密码呢解锁就可以了 那如果呢你使用的是安卓设备的手机哈 进入设置和安全 然后呢在屏幕底部打开高级的选项 在底部的最下方呢打开APP拼宁的选项 再显示所有打开的APP屏幕上 点击并且是按住你要固定的APP图标 那这将固定任何打开的APP 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防止别人打开手机上 除你授权之外的其他APP 如果想要关闭的话呢 同时按住返回按钮和主页按钮 这将打开锁定的屏幕 你呢可以在其中哈重新输入密码来解锁 那如果哈大家有这方面的顾虑 不妨呢使用下这个小方法 说到在美国买房子呀 人们会发现有一项费用哈是HOA 但是呢并不是每一户房产呀 都有HOA费用的 并且呢费用哈也是不相同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HOA费用呢 那先要在这里哈也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这方面的小常识 HOA的全称呀是Home Owners Association 中文的含义啊就是房主协会 那和中国的物业管理哈还是有些相似的 那这项费用呢在清单上哈 就被简称为呢HOA费用 相当于中国的物业费 属于社区公共区域的管理 那么在美国有哪些房产 是需要缴纳这部分费用的呢 首先哈就是公寓也就是condo 那99%的condo呀都是有HOA费用的 通常哈房主呢只是拥有公寓的内部产权 而公寓外部的公共服务呢 一切都是由HOA负责的 显而一见哈管理费用呢也是出自于他们 再来呢就是连排别墅 一般呀连排别墅呢都是集中开发的 有社区的规模因此呢也会有HOA的费用 相比公寓而言哈连排别墅的物业管理费用呢会稍微低一点 再来呢就是独立房屋 那么有的独立房屋哈是有HOA的 有的呢则没有这个哈是与住宅的开发形式相关的 我们呢以加州为例那早期呀90年代以前的住房呢多数呀是由房主自建和管理维护的 因此哈大多数呢也是没有HOA费用的 而此后呀开发的新兴社区呢是属于整体住宅区统一开发的 那社区的公共设施呀也是由物业公司呢来管理和维护的 因此呀每个月呢才会有HOA的费用 那么业主每月缴纳的费用呀主要呢会有以下的用途 包括呢公共设施的维修管理 其中哈会有网球场呀游泳池健身房和电梯等等 另外呢还有维护小区景观的环境 比如说庭院草坪的修剪除草呀 洒水的灌溉呀或者是走道的打扫等等 治安的维护哈也是一方面 包括呢大门安保的设置呀 安排治安装置 比如说监视器呀报警系统等等 还有哈在一些小区里呢会包括垃圾费或者是水费 那煤气费铲雪费房屋建筑外观的修理哈也是包括在内的 另外呢这笔费用呀也包括呢规范小区内业主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控制噪音呀管理停车等等 那在美国呀HOA是怎么定价的 以及它是如何交费的呢 那HOA的收费种类哈主要呢是分为月费和专属费用 大部分的社区哈都会采取呢月付的方式 而专属的费用呀是社区呢为了某一个特定的项目向业主收取的额外费用 一般哈在高端的社区里呀用的会比较多 那对于一个典型的单户家庭那每月HOA的费用哈大概呀是在200至300美元之间 具体的金额呢还要取决于面积服务和住宅的面积 通常哈公寓的数量越多呢成本也就会越高 旧房子的成本呢也会高于新的房子 那有些HOA的钱呀会给呢物业经理来监督维护 并且处理房地产相关的物业问题 那HOA的费用哈可能还包括公共区域的保险费用 一般来说呢HOA哈通常呢会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的费用呢会分用于每月的开支 其余的钱哈则会啊进入储备基金 那储备基金哈主要呀是作为不时之需 在发生自然灾害人为破坏或者是不可避免的磨损时 用来呢支付紧急的费用 HOA的费用呀也会呀用于支付长期的维修和更换 比如说屋顶呀管道和外部的油漆等等 如果说哈你所在的社区呢地下管道年久失修 需要呢一大笔的资金来翻新 这个时候呀社区呢通常的做法是向银行来申请贷款完成项目 然后呢再向业主收取额外的费用来偿还贷款 收取的费用呀根据呢设备的价格而定 那很多优质成熟的住宅社区哈都有专业的呢HOA网站 那在上面哈业主呢可以查询 关于业主协会的相关法律规定 社区的活动和缴费的通道等等 那作为业主哈还是有很多呢注意事项的 比如说呀要仔细的阅读HOA的条款 例如宠物的规定呀停车的规矩 还有噪音的限制等等 再来哈也可以查阅呢HOA的财务报表 来查看一下小区内的资金是否充足 还有就是要查看HOA协会是否有卷入官司诉讼里面 也可以查看哈县属的社区是否有即将进行的修建项目 还可以呢让房地产经纪人帮你查看所有的契约条款以及限制 查看社区的储租条款 那大部分的condo和townhouse哈都是不允许呢少于30天的短租 如果说不理会HOA业主协会的规定 那么HOA啊则会激发呢违规的通知 说明呢违规的事项 并且哈会有一个限期的改善 如果持续不予理会的话 则会呢进一步收到罚款的通知 垂缴通知 无论哈是不缴纳HOA的月度管理费 还是呢对于违规通知 罚款不予理会 那HOA啊都是有权利呢放置留置权在房产产权记录上的 在业主改善或者是还清债务之前呀 是不会被撤销的 如果未来呢业主想要变卖这个房产的话 那依照法律的规定呀 HOA呢是有优先授偿的权利 如果说欠款的事态严重到了 HOA要诉诸法律行动之时 那HOA呢甚至是可以拍卖房产的 所以说哈在美国生活呢 大家千万不要小瞧 HOA也要按时的缴纳费用 还要呢遵守它的相关规定 避免呢遭受罚款 生活学习工作休闲娱乐 全新的节目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 全面的视角让您更好的知晓身边事 让您与信息达成亲密接触 美的居委会总想给您更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中文电台 旧金山AM1450 夏图AM154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美的居委会 接下来的时间里心瑶与您一起继续关注 今天美的居委会的内容 那心瑶呀刚刚与大家提到了 买房之后要缴纳的HOA费用 在美国哈除了买房子之外呀 比较常见的呢就是租房子住了 现在呢正值学生的返校日 那很多第一次来美国的大学生哈 正好呢是需要租房子 也有一些呢刚刚换了工作地点的朋友 是需要呢重新选择一个 距离公司更近的租房地点 那么接下来呀 心瑶呢就来给大家说一说 在美国租房时需要警惕的租房陷阱 给需要的朋友们呢一个小小的提醒 首先呀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租房陷阱 如今呀诈骗的手法哈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骗子们呀更会想尽办法 来寻找潜在的租客 并且呢利用他们着急租房的心理来进行诈骗 那这些诈骗者手中哈 可能呀真的有可出租的公寓 只是呢不具备出租房子的权利 还有可能呀他出租的公寓呀都是虚构的 骗子们哈通常呀会从毫无戒心的租客身上 骗钱之后消失 比方说呢即将要搬出的租客可能会假装成房东 然后呢再带着潜在的租客看房 进而呢向潜在的租客收取押金等费用 等到租客呀意识到被骗的时候呢 骗子们早已远走高飞了 所以说哈我们对租房的一些注意事项呢 需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首先呀就是不要放低你的戒心 即使哈你是从信誉良好的租房网站上找房 也并不意味着呀你可以完全的信任对方 因为呢你可能会被毫无诚信的房东 或者是冒充成房东的骗子锁片 再来呢如果你觉得租房信息不可靠的话 或者呢被催促加快租房交易 又或者整个过程顺利的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你应该呀再缓一缓再来考虑一下 那我们也来说几个哈 可能遇到租房陷阱的迹象 首先呀就是呢在遇到房东或者是看房之前 就被要求先付款 那这种要求哈是不正常的 如果呢房东在你还没有租房之前 就要求你先付款的话 那么一定要好好考虑这其中的缘由 千万呀不要凭着房东的直言片语 或者是几张房子的照片就下决定 根据一项调查哈 不和房东约定就看房交钱 有99%的可能性呀是会被骗的 再来呢就是房东非常急着要把房子租出去 大多数的房东呀会想要知道呢租客的信用历史和个人的背景 包括犯罪背景和工作证明 如果说哈你的房东呀似乎对这些背景调查呢都不感兴趣的话 急着呀和你谈租金和其他条件的话 那就显得十分可疑了 另外呀还有过高的押金或者是预付款 那当房东向你收取高过法律规定的押金 或者是太多的预付款时 那就可能证明哈房东是存在问题的 如果说呢房东过于的咄咄逼人 逼你呀赶紧做出决定的话 那么哈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对方呀可能会对租房的实情有所欺瞒 存在呀诈骗的嫌疑 美国的租房合约哈是有两种的 一个呢是固定期限租约 再来呢就是月租协议 如果呢房东从不问起你对租约形式的选择 而试图呢让你先付钱的话 那么哈很有可能呀你遇到了一个假房东 那最后哈就是呀你从没见过房东本人和看过房子 骗子们呢常用的说法是 如今他在国外而且呀归国时间不定 如果你不答应租房付押金的话 他呀不会特意回国只是为了带你去看房 如果说哈房东有这种说法的话 也一定要小心警惕 那么我们又要如何来避开租房陷阱呢 信瑶呀也来给大家几个小贴士 即使说哈租房广告上看上去一切都没有问题 还是存在着被骗的概率 所以说呢一定要在确认谁是房子的合法 拥有人之后再付款 那也是有些应对措施的最有效能够避开陷阱的方法呀 就是呢亲自到现场看房 如果说实在没办法的话 可以委托呢现任的朋友来代替你做这件事情 再来呢还要确认房东的身份 有时候呀骗子们呢会通过打碎窗户等手段 进入呢不属于他们的房产 所以说哈在租房之前呢 可以查询呢房产税记录办公室的信息 或者呢和公寓的管理人员来聊一聊 核实屋主的身份 和现有的租客来谈一谈哈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此外哈也可以打听呢关于租金的更多情况 找一家可靠的房产中介公司哈 也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来说哈较大型的房产呢 会有比较可靠的中介人来代为打理 那他们呀也会遵循既定的手续来处理租房申请 还有就是哈不要给现金或者是电汇 那骗子们呀通常呢会要求 以现金或者是电汇这两种方式来付款 这两种方式呀不会留下痕迹 也是很难被追踪的 所以呢尽量要使用信用卡 或者是支票来付钱 那大家呀在提供私密的信息之前哈 一定要三思 一般来说呀在申请租房之前呢 是需要提供设安号 或者是银行户口号码等私人的信息 那为了避免哈身份被盗窃 一定要再三的确认房产的合法性之后 再提供这些材料 还有呢就是要确认过租金和房屋设施之后再签约 有时候呀在搬家后才发现 缺少当初房东答应提供的家具电器等等 或者呢停车为水电费哈不包括在房租里 所以哈在给押金或者是签约时呢 必须啊要确认租赁合约里的内容 是否包括房东口头答应的条件和租房广告里列出的条件 因为呀你一旦签了租约那房东呀只会履行租约里列出的条件 如果说不幸成为了租房的受骗者又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哈一定要报警 应该呢让执法机构知道你遇到了诈骗 即使说呀你对追悔损失这件事情呢不抱有太大希望 但是哈提供的情报呀可能会帮助警察呢成功的逮捕到诈骗犯 幸运的话哈也可能呀会讨回你的钱 再来呢要联络租房广告的管理人 如果说哈你是通过租房广告遇到的诈骗 那么呢要通知管理人这个消息 那作为租客呢是可以通过客服或者是给管理人员发一个邮件来通知他们 还有就是如果在美国遇到了租房陷阱 是可以选择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来进行投诉的 那这是一个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联邦机构 可以呢在线投诉或者是拨打电话投诉 那还是再三的提醒大家哈 在租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 无论呢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呀先缓一缓再考虑考虑 确认一切可靠可信之后哈 再提供个人信息或者是签下租约 很多人呀成功拿到了信仪公司的offer之后哈 唯一担心的问题呢就是要搬到新的城市 事实上哈在接受offer之前呢 你可以和公司协商工作调动费用 如果说你的雇主不愿意提供这部分费用的话 也许啊你需要再考虑一下 根据moving.com在2019年的计算 在本地搬家的平均成本呀是1250美元 那聘请专专业的搬家公司进行周际搬家的平均成本呀 则高达呢4890美元 即使是最便宜的跨国搬家呀也将会花费呢数千美元 那一辆DIY卡车的租金呀最高呢可达到2000美元 而雇佣一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搬家公司 则需要花费4000至9000美元 当然了这还不包括啊出售房屋和租用临时仓库所需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 那如果说还要带着孩子搬家的话哈 那费用呀自然还会更高 因此呢在接受新城市的工作之前 一定要确定哈搬家的麻烦和成本是否真的值得 雇主呢可能会提供调动的方案 这可以啊会帮助你做出最后的决策 那么一般来说调动方案会包括哪些内容呢 那通常来说哈会涵盖呢 员工因为工作相关原因搬家时的部分或者是全部的搬家费用 一般情况下哈双方呢是可以协商包括的内容 无论你是新的员工还是被调到新位置的现有员工 最好哈是与雇主呢协商工作调动方案 以符合呀你作为员工的最佳利益 那作为员工可以从这个方案中得到什么呢 这个哈也是因公司而异的 许多公司呀提出呢支付固定金额来帮助支付搬家费用 比如说呢一家公司可能愿意向每位员工支付5000美元来帮助搬家成本 那另外一个常见的策略是公司呢只是提供补偿员工某些搬家费用 比如说雇佣搬家公司 租用储存单位和临时住房的费用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员工是需要保存所有与搬家相关的收据 那一般来说哈工作调动费用呢会包括聘请专业的搬家公司 聘请专业的打包工人 还有呢搬家箱子和用品 汽车的运输服务费用 移动集装箱服务的费用 零食或者是长期储存间的租金 购房成交费用和房地产经纪人的费用 机票的费用呀 酒店的费用 用餐的费用 租车服务 卡车租赁的费用哈也是包括在内的 除此之外呢 那还有家庭搬家的援助费用 语言班的费用 物业管理的费用 文化培训的费用 以及呀一些杂费 那每家公司呀针对每个费用呢都会有不同的细节 那具体的内容呢还是会依据大家所在公司的具体规定 总之呢如果你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要换一个新的住处 千万哈不要忘了和公司来协商搬家的费用 好了以上呀就是今天美地聚会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这里是美国中文电台 我们下期再约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